你刚才还提了一个问题 你说我再也不跟他提结婚的事 对 就你认为他离开很有可能 你跟他提结婚的事有关 对 因为一说到结婚 他就让我等等等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又说 然后他说你要再跟我说 我们就分手吧 那你又没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反感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去那公司找他 我想听各种办法 都没有找到他 你不认识他的朋友 他的家人吗 我问他朋友 关于他的一些事情 他们都不知道 电话一直都是关机 要不然就是不接 所以我只能来到咱们节目组了 希望节目组能帮我找到他 问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还跟我忙卡里打五十万 是什么意思 其实如果单纯 从数字上来说 五十万加上一年一万 一年十二万 三年三十六万 再加上这五十万是八十六万 你把三年的时光 用八十六万的价格卖给了他 包括你的自由 我们的感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如果他一直以来没有给你这样的生活上的帮助 你们的感情会继续下去 会继续下去 我不是因为他给我钱 所以我才喜欢他爱上他的 不是因为他有钱 所以我才喜欢爱上他的 没什么